來關心是歐盟將在7月起啟用數位疫苗護照 而且日本政府在今天也同步宣布了 將在7月中下旬開始發行疫苗護照 日本因為實施大規模的疫苗接種 目前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點八 已經接種了第一劑的疫苗 預計最快能夠在十一月 讓全部人口都接種完了兩劑疫苗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盛信也表示 疫苗護照的計畫 將會以發放紙本疫苗接種證明為主 好 另外是日本預計 在這個禮拜日就要解除緊急事態宣言 不過印度Delta病毒入侵 日本讓現在單日確認人數 衝破了500人以上人疫 讓冬奧維持7月開放 再可讓當地的民眾很擔心 因為如果開放的話 觀眾入場上限是1萬人 結果試算冬奧如果敞開大門 那麼將會確認人數暴增1萬 自食惡果淪為超級大的變種毒窟 關不住的人流凸顯防疫疲乏 日本一年內緊急事態三度發布 三度解除 二十號即將又解封 但印度Delta病毒入侵國門 不但全國單日確診回彈千人以上 東京單日又破500人確診 截至16號為止 全日本累積117人感染了印度Delta變種 預測到7月中將成為日本主流毒株 而屆時最恐怖的未爆彈就是東京奧運 傳出日本將拍板開放國內觀眾入場上限1萬人 但試算解除緊急狀態後的人流增加 加上東奧會場超大群聚 燃獄人數將比起閉門舉辦暴增1萬人 東奧發布防疫新規選手團入境日本頭三天 必須以GPS追蹤足跡 要是不遵守戴口罩等防疫規定 大會有權沒收獎牌 判處罰金甚至驅逐出境 而針對媒體也限定一次只能採訪一名選手 且嚴格控制90秒內 由於輝瑞免費提供疫苗給東奧 日本也將針對東奧相關參與者 追加施打2萬劑疫苗 不過中央急著解除緊急狀態 地方政府卻狠挫 東京大阪北海道等7個行政區決議 即使中央解封 也會自行實施防止蔓延措施 限制餐飲店營業時間且不准賣酒 燃疫率全國最高的沖繩 也自行再延長兩週緊急狀態 記者綜合報導